因為大型的宗教活動 其實個案要我個案去做一個評估 因為如果今天大型的活動是人差很多擠在一塊 而且要長時間的接觸 那雖然看起來是在戶外 其實就是人擠人擠在一塊 那這樣一個活動長時間 那麼多天又在一起 甚至要共同的飲食 共同的住宿 那是不是就事宜辦 如果我個人的認人 我覺得那是不適宜的 那是不適宜辦的 那我新北市的所有的宗教活動 我已經要求民政局制個案 然後個案的辦你的方式 來重新檢討 只要真的是人擠人 又要長時間的在一起 我覺得那就不是一半 那如果是一個空曠的地方 雖然人多一點又沒有人擠人 有些宗教活動你還是要讓他繼續辦 所以這個不是用一個簡單說辦跟不辦 來看待這個事情 要看整個狀況 那人潮很多長時間要出自都在一起 那是絕對不適宜的 尤其人潮只在於更愉快 長時間要更不好 所以我也是建議 像類似這樣的活動就不要辦 第11例的孩子 第11例的孩子 因為是一個無症狀的確診 也是一個家族的群聚現象才確診 所以我們在第一個時間 就已經展開疫情調查 那根據我們地區跟中央的疫情調查 我非常清楚 整個孩子的活動的一個情形 以及家族接觸的整個面容 那孩子的接觸 我也相信今天媒體 都有大幅的報導 我還在這裡給大家 特別做一個簡單報告 因為中央有宣布說 孩子有到補習班去 其實我非常的清楚 因為前一段時間 我一直要求我們交易局 在寒假期間 到補習班 要見錢人潮融解的地方 戴起口罩 然後 密必是空間 也見錢戴起口罩 所以 在這一次疫調的內容裡面 這個雖然11歲的孩子 他不症狀確診 但是他在補習班 都有戴起口罩 當然有戴起口罩 並不代表說 我們就不做進一步的工作 該補習班 消毒的 以及 居家隔離的 我們都已經做到位了 所以請市民們安心 這個部分 尤其有的時間點 發生的很早 大家安心 新北市 一接到整個狀況 馬上立即採取措施 尤其更重要的 超前的補習 不過因為他有到補習班 然後現在有接觸一些學生 那這些學生也都到了 昨天開學 進到學校 那在學校的部分 會有加長的訪例嗎 這個孩子 就是 在第一個時間 並沒有到學校去了 那其他的孩子 其實我們在第一個時間 都已經通知 而且都已經居家隔離了 所以家長們安心 而且目前這些孩子們 還在有的在居家隔離裡面 目前都沒有什麼多大狀況 那我們一切還在掌握 所以大家也不需要恐慌 因為這是一個家族群聚現象 那孩子也是無症狀 所以在這種情形 我們更應該提高緊急的是 我們面對無症狀的確診者 從前面幾例都有類似這種狀況 我們還是要如何把士同社區感染 如何超前部署做到位 半斤石馬拉松 其實我們已經早做好硬硬的一個準備 我們內部也開會做一個檢討 因為整個疫情在發展當中 戶外的運動其實是有鼓勵大家提高健康 人力系統和好方向 只要我們能夠處理而已 如果我們在整個規劃的計势面上 能夠做得到 比如說我們一次出發不要那麼多人 不要人擠人 那時間怎麼一個計算方式等等 其實如果我們能夠採取 不要讓人潮很擁擠 而且在一個非常長時間堕留的一個地方 其實不是不可以辦 所以到底要不要辦 我們還在做詳細的評估 計势還要做一個研究 我們再來對外來做宣布 所以有一些大型的活動 尤其戶外的 不是一計劃說不辦就不辦 你要看整個情形來做好 硬硬的準備 尤其你既是可行 又可以考慮到 整個武漢肺炎你的防疫 可以做得到位 確保健康無益 戶外的活動其實不是不能辦 那我們就要 但是我們必須要小心解釋的面對 對 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